大家好,面条不要总是水煮了,今天教你一个新的吃法,比水煮好吃,比炒的简单 首先把洗净的白菜切成细长条 再准备点洋葱切成洋葱丝 一把豆角切成小段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薄片 每天都在费勤忘食,偶心力学的焦作菜,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感谢大家的支持 准备点大虾丸子和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锅里水开之后下锅煮熟 煮熟后捞出放入盆中 起锅烧油,放葱姜蒜炒香 再加入一道麻辣香锅调料 有了这个麻辣香锅调料,在家做麻辣香锅就非常的简单又方便 炒香后倒入煮熟的食材 然后翻炒均匀 非常美味的麻辣香锅就做好了 麻辣鲜香非常的好吃下饭 好了,起锅烧油,倒入五花肉煸炒 把五花肉煸炒脆油,这样吃起来更香而且还不腻 再放入葱姜蒜和干辣椒炒香 加入少许的老抽上色 然后再稍微翻炒下 放入豆角和洋葱 把白菜也放进去 接着继续大火翻炒 翻炒片刻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食盐,吃三香和生抽 把食材炒至断生 加入适量的清水冒过食材 然后大火煮开 煮开后改成小火 把一半的汤汁舀入碗中备用 把面条一分为二铺到菜上面 然后把刚舀出的汤汁淋到面条上面 然后盖上盖子,小火焖熟 好了,面条已经熟了,我们打个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搅拌均匀 拌匀之后,美味即成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面条 真的太香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再搭配上麻辣鲜香的麻辣香锅 真的太好吃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